来 支援技能全部找到了 大家看一眼这次支援技能 曹操这个是曹操的几技能 三技能吧 10移速30攻击 这个至少比野蛮人好 上一次我打三个的话 这边是野蛮人的技能 有点坑 这个的话还可以接受吧 然后这个孙武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体质和步兵生命 这个还可以的 但是这个位置比较差 这个位置的话在关五 就是关四战役是用不到的 然后这个的话 海尔曼的一个工兵技能 工兵工智力和行军速加10 这个就这样吧 感觉 其实通用程度不如4技能 4技能是普攻加10 然后10的概率就是自带一个野心唤醒 这个技能 垃圾技能 废物技能 嬉皮的垃圾技能 佩拉月的垃圾技能 这两个要纯垃圾 这个凯撒一个体质技能 免伤技能 这个的话 野战还可以的 野战可以带的 这个那个南木的一个额外伤害的技能 10%的额外伤害 这个还行吧 这个 然后这个布迪卡的一个 那个摸奖暴击 摸奖暴击这个技能的话 优先级没那么高 就集结一般不会带的 然后野战的话也是就是 第3第4队才去配这个技能 那这个又来了 战术迂回 王者技能 这个是集结必带 然后野战的话是你 AOE最强的一对必带的 这个 人手必备 这个的话 炮王的4技能 加个容量 就野战还可以吧 野战可以的 加上炮王 因为博物馆加强了 所以这个武将的话 就整个的等于就有点废物利用的意思 这个技能 没什么用吧 这个技能没有用 后半条是纯粹没用的 这个混兵集结基本上看不到的 然后加集结容量的话 加集结容量的话 就官司的时候打要赛有一点用 但他这个技能跟这个技能撞了 所以整体优先度是不如这个技能的 这个技能是打巨点时候加5%的全伤害 然后 10%的概率减防25% 然后这个是被动减防 是可以和主动减防叠加的 就是你向羽去带这个技能的话 是能叠加的 是能给你30%的大招 主动减防给叠加的 因为他这个被动减防御力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纯粹一个打巨点的技能 平时野战是用不到的 这个技能是权威步兵提升防御力和怒气增加速度为15% 这个怒气增加速度好像看老外测试的话 加的是那个普通攻击的怒气增加 就是 每回合86点那个的15% 不是整个回合的15% 然后他要是全部兵 所以驻防方面应该是用不上的 因为驻防方 你芝诺比亚 李顺诚的话 就肯定是纯兵 肯定是混兵了嘛 这个技能那个步兵集结可以带 步兵那个哈拉尔绿毛可以带 绿毛哈拉尔可以带 关羽达也还可以 关羽达也还可以 但是关羽达你这样配的话 副将就用不了斯巴拿了 然后这个技能刚刚问过克福了 就你扔的永远是哈拉尔大招 但是你又支援技能又不能给哈拉尔带 所以你生效的等于只有 20%的概率去 免疫掉那个防御力下降效果 等于是一个废技能 就等于是个废技能 等于是所有技能最废的一个技能 那所以纵观来看的话 车头战术迂回一个是必带的 然后剩下的的话就看你属性 我看一下有什么好属性 这技能真的都不太好 我感觉 骑兵集结的话 骑兵集结带这个还可以 骑兵集结我讲讲道理可以带这个 就是关期的时候可以带这个 一个战术迂回一个这个 因为这个可以和向羽那个 减防御力叠加的 然后还加个全伤害 这个还不错 另外几个其实都没什么用 然后剩下都是打野技能 我感觉 那在工兵这一次感觉就没什么好技能 我作为工兵车头的话 我靠 工兵车头我感觉 妈的 能带啥 啥都不能带 工兵体制就这么这么一个垃圾技能 就除了战术迂回 这个其实也还可以 如果我要开车的话可以带这两个 就进攻方集结这两个比较通用 然后步兵集结的话可以考虑一个这个 然后助防方的话 助防也没什么好技能 助防有啥好技能 助防带一个这个带一个带一个这个 会比较捞感觉 这次技能 甚至还没有上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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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